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的这个房子呢是Taylor Morrison 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美国建商的一个新房的小区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它的样板间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样板间的价位是在36万美金起 通常情况下盖起来杂七杂八加在一起就要四十几万美金的样子 那这个样板间所在的这个小区的学区是非常好的 它的高中是Cypress Woods High 这个高中在Soulston的排名是第七名 我指的这个排名是一个文化课成绩 就是我们最重视的文化课成绩的排名 那因为在美国很多的学校他不是很在意这个文化课的成绩 但他更在意的可能是体育有没有得奖啊 然后他在拉拉队的名次是什么呀 然后或者是很多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情 所以我们所重视的我只跟大家讲的就是文化课啊 阅读啊这个数学啊自然科学这种成绩 然后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三千五百尺左右的房子 它有五个卧室 然后四个洗手间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很居家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三千五百尺 一楼就有两个卧室 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再看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构造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加我微信或者是关注我的微博可以问我 那边有什么好意的 我们下期听到这个房子的初期 就有什么品牌 然后没有区域 这个房子一里的房子 就是叫这种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就是一楼的构造 厨房是非常大的亮点 因为厨房非常的大 那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一看吧 一进门就是一个小房间 这是个婴儿房 婴儿房的旁边配着一个可以洗澡的洗手间 这是其中一个孩子的房间 孩子房间的衣帽间 孩子的房间的洗手间 两个孩子的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 所以他们分别有一个自己的洗漱台 这是另外一个孩子的房间 这个就是一个Gamelon活动室 活动室旁边是放映厅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套房子啦 这个地方是这一套房子 感谢观看